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除了保禄中途的书信之外 新约里面还有七部著作被命名为公俠 之所以这样来去称呼他们 是因为形容词 《公教的Catholic》 他的意思是具有普世性的 但其实他们跟保禄中途的书信不一样 不是写给某一个特定团体的信 而是一些具有普世性的信 也就是说是写给我们所有人的 现在以教宗祭的语言 我们可以称之为通语 另外 他们被认为是公教的 这是因为所有人都接受他们 公认他们是教会权威文本 也就是说他们属于正典 属于信仰贵宝 正因为是这一点 他们就被编入在新约里面 总共有七封信 他们是雅各百书 百刀六前书 百刀六后书 尤达书 以及若望的三封书信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雅各百书 首先我必须说 这部注册或者确切来去说 母具有信的特征 也就是说母具有用来 与远方朋友联系 以便传递信息 和信问消息的应用文体的特征 它主要是港道 事实上 雅各百书是一部港道文选 几乎是零碎的片段 是用一种 我们不是太明的标准 编赞起来的港道文片段 以至于我们无法识变 一个通常的脈絡 作者在开头简单地以雅各百 这个名字来去介绍他自己 古传统一直认为 这个人文是十二中途之一 但我们知道 有两个中途 他们都叫雅各百 我们用雅各百 和赐雅各百 来去区分他们 我们称连长的雅各百 为约望的兄弟 是在伯德的儿子 他是第一位殉道的宗徒 死于第一世纪四十年代初 克洛德王统治的耶路撒冷 正因为这样 他没有可能是这部著作的作者 而事实上 赐雅各邦是被公认为作者 他被称为主的兄弟 是生活在耶路撒冷的 犹太基督徒团体的领导 他在第一世纪六十年代初询度 对于他被称为主的兄弟 或者会有一个问题 在犹太文化里面 兄弟这一个词 通常是用来表示密切的关系 没有任何特殊的区分 譬如叔叔和侄子 表兄弟和女婿 媳妇和姐夫等等 我们用这些词来去 讲明确切的亲属关系 另外 在当时的犹太语言里面 所有这些关系都被称为兄弟姊妹 为近亲 为一个大宗族的家庭成员 根据犹太基督徒传统的信息 我们可以讲 这个雅各报 是克利奥帕斯的儿子 克利奥帕斯也都叫阿尔菲 而他的妻子就叫马利亚 确切来说是马利亚克利奥帕斯 又或者马利亚雅各伯 克利奥帕斯一定是圣欲失的兄弟 所以这个雅各报应该是耶稣的同兄弟 称他为主的兄弟 只是为了强调他们亲密的家族关系 但是我们不能够肯定 这个雅各报就是这封书信的作者 我们不要忘记 James 雅各报 这个名字是Jacob的变形 他们实质是同一个名字 而事实上在希腊语里面 他是Jacobos 经由拉丁文变成为Jacobo 然后我们将他变成为James 雅各伯 所以按文本原子作者 他自称为雅各伯 Jacob 写信给他的十二个儿子 即是十二支派 这是一种浓烈的犹太式写作风格 有两次 有两次他提到了耶稣基督 但是都是在没有重要的段落里面 必须说 那本书的整个思想 并没有强烈而典型地基督化 他所包含的道德教会 也可能是属于良好的犹太标准 也都好像是雅各伯留给他的儿子 即是散居的十二支派的精神违据 或者作为基督徒的作者 将自己想象成一位新族长 写信给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新以色列的新十二支派 写了很多建议和宗告 这个文本包含有极小宣告 但是就有很多劝告 比如让我们看看 开头在作者介绍了自己之后 天主及主耶稣基督的独人 雅各伯 足散居的十二支派安好 在这一局之后 就立即以劝告开始 我的弟兄们 什么时候你们落在各种试探里 要认为是大喜乐 因为你们应知道 你们的信德受过考验 才能生出坚引 正是由这一段经文 圣丰祭国得出了 他的完美的喜乐的信息 那我个伯邀请他的弟兄 考虑更大的快乐 圆满的光荣 通过考验的时刻 显然 他是对正在经历困难的 基督徒团体讲说话 正因为 这个是一个的劝告 规劝他们要有勇气 要忍耐 交趟甚至要看到 困难处境的价值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既经得起考验 必能得到主向爱 他的人所预许的生命之观 诱惑 你理解为试探又或者考验 是将人的深层意识 意图意志展现出来 让人陷入困难的时刻 人受诱惑 即是在困难时刻 面临困难的时候 不可算 我为天主所诱惑 因为天主 不会为恶事所诱惑 他也不诱惑人 每个人受诱惑 都是为自己的私欲 所勾引 所利用 Episumia 那圣布鲁也都用了 这一个词 他代表冲动 私欲 本能 欲 欲 然后 私欲 怀孕 便产生 罪恶 罪恶 完成之后 谁生出 死亡来 作者 他强调了 腐败的动力 表明在 绝大多数 情况 底下 问题 是出在 我们内部 是我们的欲望 想法 狂热 以及自命不凡 这些都是欺骗了我们 导致到我们渴望邪恶 乃至到行恶事 广恶言 那阿国伯特别强调的是 口舌的问题 谁若自以为贤胜 却不贤制自己的顺丝 反而欺骗自己的心 这人的虔誓 便是虚假的 稍后 他又再次强调 谁若在言语上不凡过失 他便是个缘日 也必能控制全身 是看我们把着还放在马嘴里 就好叫他们 顺服我们 调动他们的全身 又看 船只虽然肯大 又为大风所吹动 只用小小的陀 便会随掌陀 这的意识往前转动 同样 舌头虽然是一个小小的肢体 却能夸大 看 小小的火 能燃着广大的树林 它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有相关的言语 说舌头没有骨头 但是他又能够整碎骨头 舌头比刀剑是更加能够杀人 这里是指伤害人的言语 我们可以用舌头来伤害人 雅各伯说 如果我们知道 怎样去控制它 我们就能够用这个陀 来引到船的其他部分 在第二章 作者就信得 和行为之间的关系 进行了复杂的论述 这个是典型的保禄式论述 雅各伯所说的 看起来就好像跟保禄的 刚刚相反 我们记得 圣保禄在一些著作里面 教导这样说 他说救恩是因信德而来 不是因行为而来 凭借进行法律的行为 没有人能够成意 相反 雅各伯这样写 我的弟兄们 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德 却没有行为 有什么益处呢 难道这信德能够他吗 假设有弟兄或姊妹 赤身路体 且缺少日用量 即使你们中 有人给他们算 你们平安去吧 穿得暖暖的 吃得饱饱的 却不给他们身体 所必须的 有什么益处呢 信德也是这样 若没有行为 自身便是死的 也许有人说 你有信德 我却有行为 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德 只给我看 我便会借我的行为 叫你看我的信德 你信只有一个天主吗 你信德对 连魔鬼也信 且怕得打战 虚佛的人哦 你愿意知道 信德没有行为 是无用的吗 我们的祖宗阿巴郎 把他的儿子伊撒格堅 在祭坛上 不是由于行为 而成为异人的吗 正如身体 没有灵魂是死的 同样信德 没有行为 也是死的 这个是不是与保禄所说的相反呢 看起来似乎是 但是其实不是 我们需要澄清一些关键问题 保禄他用信德 这个词来指一个人对天主的信靠 这个是救赎的基础 如果我们信服于天主 那么他就会救我们 他会基于我们的信德 来去拯救我们 当瓦角伯说到信德这个时候 他指的是所有教理和教条 但这里 信德是指真理的理论知识 魔鬼也都相信天主的存在 并且还怕他 好恨他 在这个意义上面 瓦角伯说 知道并且接受 这些理论的东西是不够的 瓦角伯说 魔鬼也都相信有天主 而圣保禄绝对不会说魔鬼信天主 因为信是意味着信靠 捨弃自己有信心 而魔鬼的态度就刚刚相反 是拒绝 是敌视 是反对 正因为这样 是两个不同的信德概念 其次 当保禄说到行为的时候 他是指遵行法律的行为 遵行犹太法律的行为 他们是仪式上的行为 譬如 遵守安息日 实行割损礼 区分结和不结的食物 这些礼仪规则 对与天主建立良好关系 没有什么的帮助 这些是遵行法律的行为 并且不足以使人能够得救 另一边 当瓦角伯说到行为的时候 他指的是善行 他们是非常不同的东西 他的意思就是 只有真理的理论知识是不够的 必须将它们转化为生活实践 知道天主的存在 会成就一个积极而美好的生命 在另一方面 保禄说的是得救赎的原因 原因永远没有可能是人类的行为 而瓦角伯说的是救赎的效果 他说必须有效果 正因为保禄和瓦角伯的观点 是完全一致的 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说了两件事 但是本质上是一致的 保禄说救赎是基于对天主的信靠 人不是靠声称做工来获得救赎的 而瓦角伸灵对真理的认识 必然需要善行作为实际效果 从而使理论具有生命力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瓦角伯坚称要有行为 但是不是作为得救赎的原因 而是作为效果 他们是结果 是所产生的效应 他所有的文字都是劝告性的话语 比如 你们中间的战争是从哪里来的 争端是从哪里来的 岂不是从你们肢体中战斗的私欲来的吗 你们贪恋 若得不到 于是便要凶杀 你们疾到若不能获得 于是就要争斗 起来交战 你们得不到 是因为你们不求 你们求而不得 是因为你们求的不当 想要浪费在你们的淫乐中 淫乱的人哦 你们不知道 与世俗友好 就是与天主为仇吗 我们注意到强烈的雪教语气 他继续平击 再往后他讲到了富友人 显然 雅各伯是穷人的代表 他看到了社会的不公平 以及与与与与与严重的正义问题 在第五章里面 我们看到了一段凶狠的文化 就好像对地主的批斗大会一样 好 你们富有的人 现在哭入哀号吧 因为你们的灾难快来到了 你们的财产负难了 你们的衣服被蛛虫吃了 你们的金银生了兽 这兽要作控告你们的证据 也要像火一样吞食你们的肉 你们竟为末日积蓄了财保 看 工人们收割了你们的葬田 你们却扣留他们的工资 这工资陷冤 收割工人的呼声 已进入了万军上主的义中 你们在世上奢华燕浪 养肥了你们的心 等待宰杀的日子 你们定了异人的罪 杀害了他 他却没有抵抗你们 他们随心所欲 吃了很多东西 他们已经变肥了 他们将好像养肥的动物一样被宰杀 这是非常之强烈的语气 也都体现了早期基督徒的港道风格 最后一个世纪 在接近尾声的时候 雅各邦他提到了病人 这个也是唯一提到给病人富有的经文 正是由这一段宗教会 立足于自身论 和这件性事 你们中间有患病的吗 他该请教会的长老门来 他们该为他祈祷 因主的名给他富有 出于顺德的祈祷 必救那病人 主必使他起来 并且如果他犯了罪 也必得梦赦免 从一个话题到另一个话题 没有一个统一的默套 很明显 他是一步杂劝告 责备和建议的民选 或者使基督徒的生命 可以更加真身 并且总是保持一致 这个就是雅各白书的 写作意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